伦敦塔 伦敦塔里面发生过的事情 很多都是房地产经纪人不愿意经手的情况 好打、谋杀和诸如此类的事件 但是在19世纪末期 旅客开始对建筑物本身有兴趣 这一点在1914年 英国进入世界大战时有了改变 伦敦塔在战时用来训练士兵安置囚犯 在1914年到1915年 12位德国间谍在行刑队手中处死 让伦敦塔在150年之后再度燃血 第一位处死的人叫卡尔汉斯罗迪 根据报道他留了一张便条 感谢抓到他的人热情款待 像是在出事之前 看行刑队的每个人握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